小 Studies, 青銀彈要做的 《西藏五彈》 其實我們把矽膠 GOTEX 卡麥拉 這類的東西都視為是同一類 比較截然不同的是 縫下巴 跟下巴結谷 所以我把它分成三大類的原因就在這裡 模型類是一個 不管你用矽膠 不管用Boltrix 你不管是用人工骨 它都屬於模型類 然後比較簡單一點的話就是縫下巴 然後比較高檔次的一點 當然剛好是它必要 像說太長的人就一定要用下巴 就要骨頭 然後我們就用骨頭 那你要問我說哪一種 它對應的範圍是最廣 截骨 下巴削骨是最廣的 等於是說不管你是只動一點點 還是動很大 骨頭手術都可以對應 那模型它對應的範圍也算蠻大 可是有個東西就是不行 有的人下巴短 可是它本身已經很翹了 只要是下巴本來就很翹的人 就是不能放模型 因為越放模型的話越翹 很多人說那我們不能把下巴放變長 可是不翹不可能 你放一個模型進去的話 它一定會增加體積 所以它一定會變更翹 那很多人覺得 現在流行下巴尖 那下巴尖的話呢 你放模型基本上要變尖 那就要真的比較困難 因為它放進去都會變得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放模型的話呢 是下巴特別小的人 放模型就很好了 可是如果你只是一點點的話 放模型的話 有些時候會 大部分人會覺得 好像變寬了 有人喜歡下巴尖尖的看 那下巴肌肉縫合就非常適合 為什麼 那肌肉縫合到底是什麼原理 它是把軟組織集中在一起 軟組織集中在一起 它自然而然就變長了 也變尖了 所以下巴肌肉縫合的話 它就一定是尖 一定是變翹 但是夠不夠翹呢 那就看你的肌肉有多肥厚 如果肌肉非常肥厚的話呢 那實際上是完全去掉模型 是OK的 可是有人它下巴真的實在太厚說了 肌肉還是不夠多來填補的話 那還是得放模型 或是說用截骨來搭配 才可以 那至於截骨的話呢 幾乎對應所有的情況都可以 交給了一次 也要等同時 也要不是說一致 也要讓我家人 説要やって